陈依荣就金山洞到皮皮错!温生豪比暖暖包还够力! 台湾电视剧继续冲出本土,首部将在Netflix上架的台湾原创影集《双城故事》帅陈依荣、黄白军、温生豪、曾佩瑜等主要演员前往美国就金山拍摄。 拍摄前期就金山弯曲大雨不断又低温,奇妙的是温生豪一抵达隔天就开始放晴,被陈依荣封他为《太阳之子》。 由陈依荣、温生豪等人主演的Netflix应集《双城故事》,月初就开拔至旧金山拍摄,陈依荣与黄白军等先头部队抵达时,竟遇到弯曲豪大雨,气温又骤降至10度,怕冷的陈依荣只有把暖暖包贴满全身应战。 但等温生豪雨曾佩瑜一来,隔天天气就放晴,且拍摄的颁表除了多在室内场景外,外景的部分也在拍摄结束后才开始下雨。 让陈依荣当场逢温生豪是《太阳之子》。 这次剧组的旧金山拍摄期长达一个月,许多工作人员及演员都挂念住家香味,陈依荣听闻工作人员大叹好久没有喝珍珠奶茶了,很贴心地在一次外景拍摄时,请住在旧金山的朋友惊喜送上数十杯的珍奶。 美国珍珠奶茶一杯比起台湾堪称天价,身为医生娘的陈依荣大手笔买单,让工作人员直呼暖心。